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土豆不仅成功超越众多主粮,在蔬菜的世界里,它也当仁不让。 土豆食书兼备,文武双全,善于和一切食材合作。 无论是炒、爆、溜、炸、烹,或者酸、甜、苦、辣、咸。 它搭世间能配之食材,荣天下能绘之技法,从简单无华变身满桌盛宴。 九月,昌吉刚刚入秋,但却已经到了农民最忙碌的时候,因为土豆成熟了。 吉姆萨尔县地处北半球中纬都地区,气候四季分明。 充足的日照,提高了叶片光合作用的强度。 因此,土豆的快晶形成较早。 淀粉含量也比较高,所以这里也被誉为中国高淀粉马铃薯之乡。 人和食物总是在改变着彼此。 昌吉人把土豆吃出了花样。 土豆也给昌吉人带来浑然天成的气质。 土豆不但换他平时好,土豆也非常好,非常好,你尝一下。 土豆收获的季节 也是丁雁城一家最忙碌的时候 和分战在田野中的农户不同 丁雁城的工作 是用新鲜采收的土豆制作粉条 这件事他已经干了二十八年 这个冲手工现在可以都是 飞风化一层的 在中国马上就开始船了 全国型都是自动化机器 加工出来就不好吃 在丁雁城看来 用吉木萨尔县土豆作为原材料 是保证粉条品质最重要的条件 这里的土豆的生长周期长达六个月 淀粉含量高 富含蛋白质 筋性大 加工出来的粉条 颜色通透 韧性好 其他这些地方 土豆没有吉木萨这个 土豆加工出来的粉条 这个筋度好 可以说是念度 没有这个吉木萨这个 土豆加工出来的这个粉条好 对丁雁城来说 今天还是个特殊的日子 儿子女朋友的父母要来家里吃饭 第一次见未来的亲家 到底该安排一桌什么样的菜 这是摆在全家人面前的课题 紧张的不仅仅是丁雁城 还有即将成家的小丁 在中国人的饮食风俗里 鱼代表着吉祥有鱼 所以是宴席佳肴中的常客 按照老丁开出的清单 小丁和女友买了两条草鱼 他俩并不知道 此时家里的长辈 正在绞尽脑汁地 要用土豆做出文章 丁雁城平日里不善言辞 但做事很有主见 因为从事多年的土豆粉条加工工作 所以他坚信 一桌精心制作的土豆宴 足以表达对未来亲家的尊敬 以及自家人对美好生活的自信 老丁的妻子沈建平 是厨房里的主力 为了今天的土豆宴 他必须拿出自己压箱底的绝活 开胃小菜就已经注入了制作者的巧思 汤及人做凉粉 大多是以土豆淀粉作为原料 口感甜糯爽滑弹嫩 而沈建平制作的凉粉 则让这种食物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西红柿 西红柿 树莓 葡萄 芹菜 分别榨汁 土豆淀粉 用凉水凳过三次 分别加入四种颜色的果蔬汁调色 加上原色就组合成五色粉浆 大火熬煮 反复搅拌 粉浆中的水分蒸发 质地变得粘稠 颜色也愈发浓烈 凉粉成形 必须眼疾手快迅速成出 否则马上就会交互 净翅放凉后 切条摆盘 料汁香辣酸爽 凉粉色彩缤纷 寓意生活五光十色 今天是请要第一次吃什么 我们就是这个土豆盐 我们新吃完好 吃完土豆盐 中国人的烹饪智慧 往往体现在同一种食材的千变万化 土豆虽然家常 但却能在餐桌上变得不同寻常 把新鲜土豆切块蒸熟 再用擀面杖不断冲打 这时 高淀粉土豆最独特的一面出现了 反复冲击摩擦中 淀粉发生焦化 呈现出能拉出丝的柔韧性 如果只有土豆味道 难免轻刮 搭配鲜肉鸡蛋 再加入一些地瓜粉增加绵密感 经过简单调味 搅打上劲 再滚成一个个土豆肉丸 当地的巧妇 能将丸子的尺寸 把握到一口一个的大小 当热油冒出细密的小泡 丸子悉数下锅 虽然没有挂护 但土豆丰厚的淀粉 让丸子外表迅速包上金黄的酥壳 内部因受热而膨胀 把每一个丸子都撑得滚圆 虚余之间 寓意圆圆满满的土豆丸子 就已出锅 小丁采购归来 洗菜 切肉 炖鸡 鲨鱼 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 草鱼的烹制大刀阔 一包香辣豆酱营造底味 鲜鱼整条下锅 小火慢微 点睛之笔是 放入泡软的土豆粉条同煮 这些粉条是丁彦成最得意的作品 必须让未来的亲家尝一尝 粉条吸满了热辣鲜香 根根饱满 淀粉也让汤汁变得质地浓稠 滋味浓郁 两家人 一桌菜米 从素味谋面到无话不谈 今天也感谢我们的迪大哥 做了一桌的金木茶的土豆 金木茶的土豆 很用心地做了一桌的豐盛的土豆业 土豆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道道精美的土豆佳肴 虽未出家常 但饱含真心 主人家说说菜 吹吹牛 客人们尝尝鲜 点点赞 初见的尴尬 烟消云散 聊着聊着 就聊成了一家人 在这场家宴上 土豆之美在于成人之美